好 那我們回到臺文棍 來看一看台北市長柯文哲 好久沒聊聊他了 上個禮拜大家吵是柯文閣 這個晚聯到底能不能掛到 現在其實還是很多人有意見 但來到週末慶祝婦女節 話又說多了嗎 我們趕快帶你來看一看 這次如何的歧視 所謂的外籍配偶 這是要失言嗎 沈大佬 還是說講失言科對KP來講 已經習以為常了 他也不太想道歉 柯P還很紅 那雪明還很喜歡他 他喜歡藉著他的手 來顛覆傳統 來打破目前的現狀 所以柯P現在所作所為 就算有錯 大家也都不太在乎 那柯P所犯的錯誤 其實他有一定的模式 他就是一個精英主義 大男人沙文主義 所以他有某些人 包括女性在內 他是心裡頭是不太在意的 所以你看他每次講話講錯了 都跟女性有關 所以他沒有說女性不可以誤化 比如說他講進口 進口就是誤了 有只有誤才能進口 後來他說 好啦就算進口或是輸入 進口的話 換來換去換成一個輸入 輸入跟進口有什麼兩樣呢 然後他把他看成是燒餅掉芝麻 好啦好啦 你們都聽不進去的話 那我就道歉吧 你看道歉還不太性甘情願 叫那就道歉 那就那兩個字 我聽起來就是有一點不順眼 但是不順耳 但是他家裡他爸爸媽媽的 第一時間的反應 也不是全然認為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這個在比較基層 比較中南部 你說進口信牛 我覺得今天就算在台北 科幣的支持者 認為這個不算一回事的人 我認為所在都有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反對的人 人數並不是很多 而且只是聲音大 而且是屬於精英分子 屬於很在意的說男女平權 對人要有禮貌 要有品 要有分寸 這些人才是認為這樣 但是科幣 你覺得他是裝傻嗎 他是故意不懂嗎 我覺得很奇怪 他第二天他馬上說 我是應該講不是30萬 是50萬 而且是配偶 配偶裡頭也不全是女的 也有男配偶 他真的要好好講的話 他是有這個本領的 但是他願意嗎 我覺得他的本性 如果每次都這樣講的話 都政兼八百的講的話 我覺得他不會做市長 沒有了 做這個市長怎麼有趣 他就是這樣人來人來 說來說來 我覺得這是他的風格 而且他享受 每一分鐘 他每分鐘講這種話 他其實都很享受 所以何必你要改 他改這個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他是有意無意之間 明明畫到嘴邊 恐怕都想得 恐怕這個不太多當 也不容易 鬆快就好 對不對 這有性格的問題 我們就是有了這樣的市長 大家不以為意 所以這個也是 當作我們的談話的資料而已 我覺得這個不影響 他整個市長 起碼兩年內 他的功過成敗 這個是不受影響的 這不是問題 那糟糕 當然我們的市長 失言習慣 當然人民也覺得 叫他道歉是一種常態 這到底應該是什麼樣 一個狀態的發展 這是對還是不對 所以我們請洪威 帶我們來看 這失言的次數 已經非常非常之多 我們都直接的栽錄出 跟女性有關的 所以會做到是不是 性別歧視 但重點是 我們說柯市長 他就是這樣真性情的人 他根本是無意識的 性別意識的一個人 我們何必強調這麼多 像今天柯媽媽也有講 他真的沒有惡意 需不需要道歉 柯媽媽也欲言又止了 其實就像剛剛沈大佬說的 我覺得是柯B他骨子裡面的 那個大男人的沙文主義作祟 所以他也說 我都已經去上這個 性別平等的課程 他應該上了蠻多次 因為從旋簽 從什麼那時候 說陳妮真 你那麼年紀漂亮 那你就去適合坐櫃台 後來又講說 哎呀婦產科 剩下一個洞 不想在女人大腿裡面討生活 那個時候 大家可能覺得說 去指責他歧視女性 好像是一個選舉 大家互相 這個是一個選舉的爭議而已 可是等到他當選之後 他說台灣30歲以上的女性 有三成都還沒有結尾 這是國家危機 他後來也道歉了 那這兩天講說 進口外籍配偶 那他後來也道歉 但是他們發現 他道歉的是 心不甘情不悅 他說那好啊 那就道歉啊 顯然他已經有點 他有點失去耐性了 他會覺得說 我講什麼都錯 那 好啊你覺得要道歉 我就去道歉 那剛才沈大佬說 因為他還很紅 那以後其實不會影響 柯文哲 大家對他的一個評價 我不這樣認為 因為我覺得 他會一次又一次的去證明 也就是說 對於女性男女平權的這個事情 從來不在他的內心深處 而且他上課也沒有用 而且我覺得最主要是說 是你的態度問題 就是很傲慢 你要我道歉 好啦 應付你們啦 我道歉了 不要再吵了 那這個呢 會延續到現在台北市政府 很多官員的心態 最近我們講的 阿爾濱拆碗連 也是這樣的一個心態 就是我們 我們做得很好啊 我的動機是正確的啊 我就拆啊 該做的就去做啊 對不對 就這種態度 還有就是這兩天的社會住宅 那別住戶 就是當地的住戶有反彈 結果呢 都發局長就在寫臉書 說自私的台北人 我就說有需要這樣子嗎 因為過去 包含郝龍斌 或者其他縣市 包含以前的新北市 也碰到很多這樣的一個爭議 跟制作反對 那大家都是去溝通啊 但是現在大家態度 都顯得非常的傲慢 我覺得所謂風行朝野 你作為一個台北市長 那你會影響你的官員 對於民眾關心事情的態度 好 謝謝宏偉的分析 所以接下來這是 台北市政府所有官員們的 一個表現的常態嗎 可必說他長期待在 台大醫院的這個病房裡頭 所以他恐怕社會化不夠 還是說其實他早就已經 非常政治化了 不能怪台大醫院 我是台大醫院的 他的學長 是他講的啊 我是引述他的話 什麼東西都怪台大醫院 然後怪他醫院的急診處 然後加護病患 這個不能做退託支持 是 我可以講台大醫院的 你的同事 你的學長學歷那麼多 哪有一個人 沒有社會化的才奇怪 好 這個台大學長有意見了 神道拉在這裡不以為然 待會回來我們來關心 我們南海的局勢 謝謝